謝謝 你們台南西瓜黨初選三強聯益 有人靠網路聲量拼命來講幹話 有人靠賴總統加持 你也一直跟林俊憲同台拍影片 還有人自創派系自立自強 這算起來你應該是他們唯一的對手 因為他們三強的瓜分票員的話 那你國民黨這個龍介兄你就得利了 幫我們分析一下台南的市長選情最新的變化 我跟你講他們已經選半年了 已經偷跑半年了 你看看 1月13投完票1月14就開始掛看板了 就已經掛看板 砍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 你覺得是他們 租完不斷的樂 我告訴你只要你到台南來餐廳吃飯 中北部任何一個朋友 你只要到台南到餐廳去吃飯 你往桌子上面一看 所有餐廳上面的桌子上面 都有扇子 面子 還有獅子巾 這三個都是同樣一個人 還是三個各出一種 兩個都有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 騎關山看北少壇 哪一個 哪一個站在 是女生嗎 這個男生 是男生 黃虎八千歲 黃虎八千歲 講就是王定宇 很多人覺得說三卡都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你們不瞭解來欣德 欣德兄他是這樣 他不自可否 但王已經去等於是要交心 就是說我來挺林先生 因為王跟林加起來的民調 都還差陳小姐 真的還假的 真的 陳廷輝飛戲的中執委這麼厲害 再把其他三個加起來都輸他 除非加上我 否則贏不了 現在是 現階段是這樣 所以 大家 如果今天聽到這個節目 我這樣講 你們就知道 機關藏在一個城口 賴有沒有偏心 當然有 他是積極想要讓林俊憲來代理 承接台南市民主香火 可是陳廷輝在那邊經營那麼久 所以他也不可能放棄 所以為什麼他的民調會 他們其他人加起來 頂多跟他打拼 還輸一點啦 沒有超越 所以陳廷輝不斷 包括被鄭國會開除 包括他要去爭取 而且是中執委最高票 他說只求一個公平公正的初選而已 他還真的是運氣很好 三個同票他還抽籤還抽到 四個同票 四個同票 所以有人講說 這個是刻意的 投湊票是故意的 要讓陳廷輝出現 不是啦 如果沒有投湊票 那一票是投給林一錦 那頂多是林一錦上 但是還有兩席 本來是他們這次是四個抽一個 林一錦沒抽到 如果那一票沒有投湊 直接投給林一錦 那林一錦就當選了 三個抽兩個 陳廷輝也未必會落選 等於他落選的機率從25%提高到33% 所以整個下來不是說 因為那一票就影響整個大局 沒有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在鬥 鬥的就是變成賴清德會要求 王先生 王委員 劉中不發 你不要說你要參選 你也不能宣布你不選 還不能宣布不選 這個什麼局 這個在三哈都黨內操作就是這樣 就是說 當王進來的時候 三個人的民調走向如何 如果王沒有的話 兩個人走向如何 就是王是吃到誰比較多 那我是主席 我想要運作讓郭哥出現 韋漢不進來 李一修比較高 韋漢進來會吃到李一修的 那我就讓韋漢到時候宣布 參加比賽 然後參加比賽 最後就變成郭哥出現了 所以 我們就做Sakura 沒有 那你還是要展現說 意不容辭 意馬當仙 願意承擔 你會遇到誰 目前看表面是陳廷輝在領先 但恐怕以清德兄的堅持 跟他的固執 他應該 最後是陳廷輝會被做掉的機率 現在已經超過七成了 我今天有問題想問廷輝委員 就是說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你想要爭取黨內出選勝出 去選台南市長嗎 那因為之前黃市長連任的時候 就是票數挺接近的 那你覺得你有辦法可以打敗謝龍介委員嗎 這個 他出選要能夠先打敗黨內 沒有沒有沒有 影響比較大吧 基本上我們因為出選的時候 有這個是對比 如果說國民黨 國民黨它是已經有確定的人選 可能會用對比的方式 就我們跟國民黨 有互比有對比 那基本上這個 我們的賴主席已經說了 就是說會全民調 就是依照 如果可以協商協商 不能協商 就是全民調遊戲規則 那我必須說的 我跟龍介先 我們真的是有太多的 這個歷史故事 什麼叫歷史故事 基本上在第一屆 這個我選議員的時候 龍介兄也選議員 然後第一屆議員 因為我們那一區有婦女保障 然後剛好龍介兄是 男性的最後一名 我是女性的第一名 那當然那時候我是婦女保障 那龍介兄就是 就是短暫的高興 短暫的當選 又被我拉下來 因為他那一期要 要變成我補上去 所以呢 他那一階就沒有當選 就是陳廷被當選 然後呢 在第二次那是議員 議員的時候 議員我們就拼了三次 然後第一次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第二次 我是該區的第二名 他還是在後面 他有當選了 但是在後面 到第三次 我也是第一名 所以他當然就在我後面 那還有故事 立委的部分呢 立委的部分 對 立委的部分 我們又拼了兩次 就我第一次 這個2008年 贏了國民黨 就是943票 這個險勝 但是呢 當我在第二次連任的時候 跟謝龍介 龍介兄 我就是以5萬多票 輾壓 對 贏龍介兄 對 然後第三次 我第三次連任的時候 就是我跟這個 龍介兄第二次立委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對決方 對決的狀況 我贏他9萬多票 這個5萬9萬 可是上次 謝龍介委員來的時候 他說你很可能 被黨內夾殺看得真不敢 雖然現在黨內還在初選 那你怎麼評價這個可能的對手 謝龍介 如果 因為這個民進黨現在黨內 這個大家有兩派意見 那如何贏對方謝龍介 不會啊 這個我已經拿出 我拿出我跟他對決的這些成績單 大家都很清楚 最了解謝龍介一定是陳廷飛 能夠贏過謝龍介的也是陳廷飛 然後呢 我們這個 所有的過程當中 也是陳廷飛有非常大的勝算 可以來讓龍介兄 可以知難而退